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說 其實是升級到差不多 想賺錢 說說我的弓展手日常 其實... 因為我現在已經升級很慢 我已經索性 不如賺錢吧 反而多了去打一些薄運氣 打到米洛斯卡片 即是牛卡 為何會有兩張 因為鎖鏈雷丁的關係 加上我的時數還沒用完 用了367分鐘 很幸運 因為金字塔來說 我真是第一次去掛 掛了三百多分鐘 這樣就有牛卡 其實我的鳥獵就這樣去掛是死定的 因為帶多了一隻牧師 牧師出十三 其實我給牧師的自動技能就是... 霸邪 天使賜福 以及聖母的祝福 用來回魔 令到我的弓箭手 即是鳥獵這隻弓箭手 可以逐行打了七小時 其實相安無事 應該打了七小時 應該打了七小時也是相安無事 這件事也很重要 其實我的鳥獵 按道理來說 要雙倍的時候才可以一秒一隻牛 否則牛是二萬七血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放兩下鷹才行 當然很多朋友說 你帶了一隻牧師 其實你可以用天路 天路一下鷹就可以打了四萬 當然很多職業都可以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在掛牛 其實我也有點擔心不夠搶 我的刺客其實是嘗試過跟別人搶牛 結果怎樣呢 那就是不夠搶了 始終弓箭手放鷹也非常好 我一下子刺起來已經二萬多了 兩倍就不用說了 直接可以搞定 這次其實賺這麼多的時候 想跟大家說說 可能升級的速度又慢 可能會慢的時候 不妨考慮一下打牛吧 打牛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不要用群體技啦 對啦 不要用群體技啦 不要用群體技之餘 為什麼不要用群體技 因為分分鐘怕拉到一大堆怪 還有機會是拉到迷你BOSS 你拉到迷你BOSS的時候 基本上我相信大部份的人都不可以單挑 對啦 金字塔那裡 我自己就用單體技能啦 另外你調校自動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要按保護隊友的 如果不是的話 基本上它一定會慢慢拖一群怪來拗你 對啦 按保護隊友 所有對你作為目標的怪 其實都會作出一個反擊 至少不會拉到一大堆的邪蟹弓箭手 又或者是法師 黑色那種 忘記叫什麼名字 這方面要注意啦 另外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如果你說... 因為我升到這個level 已經沒什麼可以左右 我簡直就是跟大家說過 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我是可以... 啊... 先看看吧 我跟大家說過用冒險糰子 但冒險糰子我已經用到... 不可以再依賴它來賺錢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只剩下43次 只剩下3次 36次就18次 即是180分鐘 我每天都剩下270分鐘嗎 不... 220分鐘 我每天還有220分鐘 還沒計算 我還要聽完歌 當然啦 跟大家說說 升到那個level 其實都很難升 其實我覺得可以做很多事情 例如... 打下你心儀的卡片 其實我覺得... 除了牛卡也沒有其他選擇 因為我昨天推出了3張卡 對啦 哪3張呢 其實我的刺客也是推出了1張 刺客推出了獵鷹卡 那就89萬 令到我又覺得... 不如打卡吧 有點希望啦 我就去打牛卡 紋身到這個念頭啦 嘩 有歌的 有這個念頭之下 那我自己的弓箭手一定會死掉啦 因為我自己是... INT 還有... 呃... 我自己的弓箭手是... 加這個...什麼... 看看... 加點... 其實大家看到我的弓箭手是加這個INT爆了 還有這個靈巧68 完全沒有加過任何閃避體質之類的 其實被一些怪獲得很高就死定了 始終都是純書出居多啦 如果大家又像我那樣的方法呢 當然是... 糟糕的 不妨帶一個牧師過去 也可以的 因為我兩個帳號其實都有用的 我正身就只用弓箭手而已 其實我牧師的帳號是否跟我刺客的帳號是連結的 其實我牧師打到的時候我也有好處的 其實就是非常之... 其實是看運氣的 我知道啦 因為有些朋友可能說... 我運氣很差 我打了... 我從70多... 70咧...還是不知... 好像是70咧... 70咧打到80咧 其實也是...打不到的 我相信有幾個方便的 首先為何我這樣說呢 可能有些朋友... 他的輸出不夠高 可能一天都不是打很多隻 可能這也是一個原因 另外...真的是黑仔了 黑仔上來真的什麼都打不到 但是... 打獵鷹方面其實給了我很多信心 我自己去打獵鷹其實就... 沒有這個問題 打獵鷹我是可以拿... 我基本上打獵鷹應該是印象... 我這麼久以來是出過4、5張卡 4、5張卡... 其實你說多其實不算多 但是... 都OK 對了 即是沒有大家那個... 那麼... 你們覺得這樣機會是微的 其實我也覺得很微的 老實說 獵鷹那張卡都是藍色的 米諾斯...牛卡都是藍色的 其實... 機率是一樣的 其實米諾斯比獵鷹更多 按道理 獵鷹比較容易出現 但是又多人搶 現在牛卡都多人搶 老實說我去到... 我覺得沒可能搶到 那算了 我寧願弓箭手不升 反正升級這麼慢 不升了 要來賺錢就不斷打 反正到了80多 基本上到80多的情況 等級更重要 等級是重要 但其實現在錢... 錢比等級更重要 我的裝備也很差 因為我自己只顧著賺錢 沒有怎樣弄過那些裝備 加上獵人 基本上... 即是鳥獵暫時都不是很吃裝備 不是... 是很吃裝備 但是... 還是純粹交換生地創 其他那些我拿去投資一下 即是在交易所買一些東西 賣一些東西 其實也賺了少許錢 當然也是打... 無限塔就一定要打 無限塔就一定要打 以及公會BOSS這些東西賺得多 所以今天還是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真的升到... 嘩... 這級別很難升了 不如索性去打一打迷洛斯卡吧 但是當然要有一定的支援 如果我這個... 弓箭手其實閃又閃不到 防又不夠高 即是回不切血 其實是沒意思的 至少要穩定可以掛到六、七個小時 不要用範圍技 用範圍技是最糟糕的 因為真的擔心一下子 把迷洛斯卡避到一個迷洛斯卡 然後KO你 其實... 在米洛斯卡來說 到最後講一講 米洛斯卡來說 六伏好像已經有1500萬 基本上現在... 台服來說 900多萬 其實也相當不差 如果說... 有些角度是可以的 即是如果你說... 你在七十幾... 或者是在六十幾 在六十幾應該沒這麼厲害 可以打到 加上我八十幾 都要弄一隻牧師 六十幾、七十幾 這隻牧師是可以的 也能增加擊殺的速度 可以考慮一下 賺錢是非常的棒 在近2000萬 所以跟大家講講 我真的只是第一天打 真的只是第一天打出了 還有可以看看這個卡 這個卡寶真的證明了我出 因為我沒有CAP 我CAP不切了 那張圖 話說很搞笑 先去探討一下吧 怎樣搞笑呢 我掛到今天早上 它是維護的 維護是斷掉的 我看到底部... 咦? 為何全都暗了 然後有確定在那裡 那... 就知道有卡 有機會因為曾經試過很多次 這樣出卡 然後一按下去 嘩! 牛卡開心到牛電了 因為說真的 我現在的錢賺回來 其實是很... 哇! 這些2千多萬賺得很辛苦 即是打一萬 接著就捱近2千萬 我賺得這麼辛苦 連裝備都不去弄的 是捐捐貢獻的 連裝備都不去弄的 才捱到22萬 打一萬有這麼多 然後我覺得... 不行了 以後都要掛 升級真的只是歧視 最重要是整勁人 其實這些就是我小小的看法啦 希望大家就有一個方向 因為升級到這麼高 升級越高 這些經驗值就會越級跳 所以要有一點點方法 我覺得這個等級已經不需要 不是不需要 而是不值得再升 賺錢 所以我就去打牛卡 今天就差不多了 其實打牛卡沒有什麼大問題 一定是帶木頭下去會比較好 其實你們兩個帳號都有一個主玩輸出的角色 又或者是一個主玩的角色 這樣就滿足夠了 不用說了 一定是木家任何一個輸出職業去打 你看到牛場有很多人 金字塔二樓有很多人去到桃牛 那裡已經變成桃牛場了 不是開玩笑 所以也要有差不多的輸出才能做到 今天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影片 喜歡記得按LIKE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打到心儀的卡片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